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 YouTube字幕要自己开启哦 首先请看图 把名赤龙最重要的是部位破坏 第一场战斗 重奴可以独自破坏背部跟双翼 破头需要队友在龙倒地时帮忙打 把最简单的部位都破坏后 基本上灾烂的团也能在第二场讨伐完成时 领取4金框加4武器奖励 接下来说明部位破坏流程 1.破备 经常往小明脖子上的黑刺射撤甲榴弹 大概30秒内可以完成破备 入手100fps 操作小技巧保持正方向移动 比较不容易被小嘴炮射到 2.破斥 翅膀很大超好射 射爆一边大概要3分钟左右 可获得50fps 两边都破坏就可以赚到100fps 非常简单的送分体 操作小技巧 射龙的左边 射久了它会往右缩 一直射 把它逼到环境陷阱那边就换你爽了 3.破头 小明的头很硬 而且要破两次才有200可以拿 一个人射10分钟也不保证能射爆 基本上只能祈祷当你把龙射昏 禁战队友愿意来帮忙打头 接下来说明第二轮战斗流程 第二轮战斗通常第一区跟第二区的能量已经枯竭 明赤龙不会再回血 把没多久就会逃到第三区 在小明逃到第三区前 车甲不要射投 近战也尽量不要发动骑乘 把所有的控场方式都留到小明发动超临界状态时使用 然后能不能破凶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野团还没成功过 磕磕 至于段位 就看斩集系的队友表现 重奴的工作在第一轮就已经完成 第二轮只剩拉仇恨的功用 或者这时换个武器会更好 接下来说明拉仇恨的小尝试 如果有不适合当坦的队友拉到仇恨 你想代替他就地上的石头剪一剪 然后穿转身衣飞到小明头上进行全弹发射 仇恨就是你的了 拉到仇恨后尽量原地坦住 方便队友输出 或者也可以把小明往环境陷阱带 在瓦斯上面开枪或挥武器都会引发气暴 在仇恨状态下 只要持续对小明造成伤害 就可以有效延长他仇恨你的时间 也可以较快速地消耗他的能量 另外 如果不想拉仇恨 也没人来救你 直接丢回家狱就可以解除仇恨 千万不要跑圈圈让龙360度转不停 那你早点死一死对全队贡献会更大 拉仇恨过程中 如果你不幸被龙吃了 因为我们有20火难所以不用怕 落地后通常会有玩家帮你补血 平常建议带满生命大粉尘 帮助队友活命 如果没人要救你 就丢闪光弹自救或回家欲逃走 好吧 不要搞了 穿传声音 接下来看彻甲重奴配装 这次配装不需要墙壁珠 而且本身内建20火耐外加弹丸节约 使用的珠子也没有很稀有 不管是打小明或巨魔之地 居家旅游或团队踏青都非常适合 最后提供一个穿滑空衣骑成的小技巧 先穿滑空衣 飞翔爪勾到龙身上 按插松开 按三角空中攻击 这样反复三次 骑成值满了就可以上他了 另外 如果小明已经没有利用架 下值你希望他早点死 丢三颗毒烟球可以毒他2000伤害 第二次下毒需要5颗 PS如果你想耍帅可以飞上去空中装弹 虽然这好像没什么意义 接下来实际打一场名次龙 然后这边是全新的全新的一个任务 加入组队吧 因为这是全新的一个场次 所以破头破被破刺这些 那穿转的声音避免一开始发生什么意外 进来之后就先破他的背 就是他脖子上那个刺刺的东西 瞄不到 所以现在破到了脖子上的刺 第一队友的吗 不要太早往生 好 现在背部破坏了 那准备破头 先去软壞一下 有人来了 我想把他往环境线别那边推过去 打头他会往后退 应该是刚好吧 这角度不是 他持续能量了 那他正后方也有一个 环境线 好 昏雪 我好像没有软滑 没什么 先来吃一把 试试看 只要有人肯幫忙過頭 這一場應該就穩了 那邊 環境陷阱 好像 巨顏還沒有到 會不會再去補彈藥吧 隊友又快往生了 我把兩顆都給你了 人至意見 太刀俠被鎖定 到底要不要救了他 正常應該要救他 可是我想想 看他能辦法生活治理 他有轉身 你先不要管他 然後隊友很努力在騎身 他現在正在被人騎 那這場隊友很棒 都會幫忙打頭 再一次的充血 再一次的充血 不可以 現在還沒有 這裡 也很忙 也是 但是 不准备 我剛看他飛上去 結果自己掉下來 最準角度 最準那一條線的角度就不會錯 接下來頭要破壞第二次 最準確的 隊友有點危險 先穿人家轉身衣 然後讓我裝人家蛋 好了 然後大概 我想要摸到什麼位置比較好 這邊好了 右邊有跳彈但是 幫他擋住 這樣有沒有用我不知道 隊友我腳還沒有破 還有第二層 一般來說他們好像會比較喜歡靠近跳彈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 可是我有時候會被那個害死 所以就算了吧 不想死 沒有吃到 因為我有轉身衣 所以盡量把龍固定在原地就好了 其他不要求了 這種視角有時候會太適 中文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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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差點往生 下一層一定要破頭了不要彈了 這一層一定要把頭打爆 而且我翅膀都沒有爆 又人成血 還不及救 把頭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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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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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超硬是有的吧 但是這邊應該是沒辦法再回他了 又拉到仇了 好 崩到了 快破頭 拜託 快點打頭 他們講破胸嗎 剛才破充很可憐 沒有人幫補局 現在時間不要拐頭了吧 看能不能破到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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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直接太請下面有兇獻吧 他在砸弱的時候 等一下 因為我的環境陷阱還沒有呈現 OK啦 好 環境陷阱 壓死 欸 在我這邊 來了來了 趕快趕快 他這樣破頭 好 有隊友 是 超重棍吧 非常努力的在幫忙 這邊小心一點 我一定要破頭 喔 喔 他被補血了 都是賣能量 能量 真倒楣 對 我想把他拉到環境陷阱 再讓他 看 追你過來 後面也可以齁 他頭是破了沒有 看不清楚 來吧 喔 好像破了 喔 又是他 好啦 算了 這樣把他帶到環境陣子 我的位置 這次我知道他們不會幫我補血 好,自己丟閃光戰 沒有丟到 但是他也沒有射到我 這邊 趕快過來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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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應該是破了吧 他不能過來 你在瓦斯上可以開箱 好,現在可以來先引爆瓦斯 然後 剛才頭破了嘛 那左勢 我應該破了吧 看起來兩隻腳都沒有了 剩下翅膀 應該沒有時間讓我破翅膀 好,就是以為我又被吃了 因為我身上好像沒有仇恨 先走 然後趕快再試一次 那個 保險 預防隊友在最後一秒給我死掉 這樣就安全了 還剩下一分鐘吧 出大招 出大招 好,OK 這樣第一場就 破頭結束 破頭跟破背 翅膀沒有破 嗯,這樣獎勵也不算太少吧 然後接下來第二場就是準備討伐了 很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目前全部的進度是這樣子 你看兩個翅膀都沒有人去破 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破翅膀 就這樣子吧 我剛才的隊友是哪些人 應該是他吧 不有人請吃飯哦 嗯好道具沒問題 可以上了 我剛才說一句話 我不會是有這種東西 像是旅行的 是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剛才的 然後我安排 我安排 然後我安排 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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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排 我安排 你安排 我安排 這一場就先破刺 沒有一個可以坦的 不會坦又沒有人要幫忙攻擊 這一場 我盡快把翅膀破完然後就盡量拉除痕 不然最有一隻貓這也沒有辦法玩 我被...找到 現在趕快破...呃...現在是右翅嘛 我目標是破兩隻翅膀 然後把昏眩留到第三區 他們應該是想...算了吧 推過去了 他會很快就到第三層 我剛剛是打右翅嘛 停頂了 現在變...左邊 射不到 iBall想叫我幫忙彈 不要 我要布施吧 OK 真的不行再變彈 馬上就挖 嗯 這只是拉一下指尖而已 讓他們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好想破刺吧 現在是左刺 太棒了 拓散彈來了 趕快可以死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看上面的線 翅膀 好 好啦 我被鎖定了 算了 先翻轉先避免自己被吃掉 那 盡量想辦法打出版 下在這位置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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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好 現在打左勢比較多嗎 我要不要救他 左勢破掉了 左勢破掉了 剩下右勢 但是這邊要來去準備昏他了 等一下他那個什麼 超靈界的時候要昏他 讓他們去做輸出 還沒機會 其實我現在要去做輸出 之後就好 因為他沒有人 對我來說 就完略的 死亡 又是空間 快點 再破掉 還沒什麼 再破掉 這次是誰 又是他 沒關係 我直接噴音過來 好 他贏了 這頭 這樣轉的好兇 睡不到頭 快 快 脫脫就脫就昏了 這樣能不能脫就看他們是 努力了 他繼續進第二次就能見 エリアのエネルギー量 終了 離職 烈化した岩盤は壁になるわ ここぞという時に利用して 一轉彎一轉得好大 尾巴再甩過來 真要重 我左肢破壞了 應該不用再分了吧 好想去打翅膀 我的5分 好 翅膀過壞了 尾巴也斷了 差點往生 眼鏡被噴到兩次 你這邊要搶仇恨也是蠻危險的 因為我沒有轉身 你 一旦發射 好 頭會弄到頭了 中文字幕——YK 我忘記下毒了齁 blev暗幾岁 被暗幾岑 被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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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刺嘛 因為已經部位負壞了 肉比較軟 繼續拉到這邊 拉到環境線 這邊 這邊 來啊 欸 直接吃我 有沒有人要幫我補 嗚 太棒了 直接補到滿 然後下一個環境線 咦 自己是殺到 好 成功 呃 剛好尾巴在我這邊 尾巴可以挖兩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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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引爆瓦斯 呃 這邊達成度只有14 但是也可以啦 呃 然後先換想要的裝備 描述我現在換長槍的話 零獎勵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兩把以上的長槍 然後看吧 現在達成度14嘛 破頭 然後胸部沒有破 這邊也沒有枯竭最下層的能量 就這樣吧 那初期調查就是我從一開始就跟到最後 所以我有兩格金框獎勵 那0獎吧 總共1 2 3 4 4格 全滿是6格金框 然後這邊可以自己選4吧 咦 槍我都有了嗎 嗯 如果都重 喔沒有 沒有重複的 然後最後來看今天使用的裝備 然後最後來看今天使用的裝備 你差啦 然後技能就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可以替代那個牆壁珠 所以不需要牆壁珠 那其他該有的都有了 不該有的也有 最後零件的話4個盾牌比較安全 你要3個盾牌也可以啦 但是中那種壓地板的時候會比較痛一點 那克制回復強 回復能力一定要有 那香砍 香砍槽強化就不一定要 大概就這樣子吧 好 掰掰 Eli沒иной 我可以站在那裡 我可以看到阿 prem 是要在那裡 你需要牆壁珠 你不需要牆壁珠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只能有太多 你不需要勉強